各位大新台湾的新光大道 我們插播最新的訊息喔 副總統蕭萬長因為肺部腫瘤 今天上午住進榮總進行切除手術 蕭萬長是在今年四月健康檢查的時候 發現了肺部有腫瘤 因此才安排今天來進行手術 總統府稍後會舉行記者會來說明喔 沈醫師這有感到嗎 當然要看哪一種腫瘤 惡性良性 但是我覺得惡性的可能就不行 但是問題是蕭萬長是一個沒有適應的副總統 所以我覺得對政局的影響不大 所以你覺得惡性的可能性比較大喔 對 仔細大 但是要就切片才知道 割了以後切片就知道